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会不会遭到他人的提告 你收到别人的提告是非常 真的是有可能性啦 但是这个可能性要看你是做了什么 对对对 万一好比说这样子好了 今天是你一个餐馆 然后或是个酒吧 然后你放这个 那一个人他喝醉了进来 那你明明知道他是喝醉 你就不给他任何酒了 那你在法律上是保护他 保护你的餐馆 保护你的保险 这是OK的 那你万一间是咖啡厅好了 那看到是某一个主义的人 那你看到他不高兴叫他离开 打电话给警察 那当然会被告啊 所以就是要看你的 是为什么 你要罵罵对不对 那他要告你的话 他要什么都可以告你 但是就是说你必须要有足够的证据 说没有啊 他是因为做了什么什么事 我不给他服务 对但是你就是不可以 不可以歧视 主义上面的歧视 性别上的歧视 着装的歧视也不行 对不对 因为我就要问 没有我记得看吧 no shirt no shoes no service 这样可以啊 我看过这样的sign 可不可以 这样可以啊 这是你规定的 因为是你对生意上面的保护啊 或者对其他顾客的一个环境的这个回应 或者我今天是一定要穿着这个suit 要进来 这样也可以 也可以啊 这样是可以的 我们现在有这些地方就是没有 我借你个领带 也可以啊 有真的餐厅会说来 你没有领带 我给你领带 你才能进来 对不对 假客都是一样的 对对对 但一般的中国人 可能刚刚向王律师提到的啦 觉得我是放了这个牌子 我就可以我自己来选择 这个观念是不可以有的 对不对 你不可以有歧视 对不对 你不可以说 因为他今天是长得怎样子 穿得怎样子 你不给他 那这样子的话你就会被告 OK 我记得我看过一个 所谓的那个所谓人性实验室 就说今天有一个流浪汉 进到一家酒吧 对不对 照理讲他 酒吧老板不应该 就是说 应该要一视同仁嘛 对对对 那那八天就对他很密 就你给他离开 怎么怎么怎么的 那就看别人会不会出手相救 好 那这个这个状况之下 那个酒吧老板是不是触犯法规了 其实这也没有 因为他对一个 一个场所 对不对 他可以保持一个standard 对不对 那万一说今天 我们不要说流浪汉了 就是说今天一个人 他太多天没有洗澡 或是他太 身上有意味 对对对 你可以好好的叫他离开 你可以说 对不起 因为我们这是 policy 你其他的顾客 对你不舒服 对对对 那因为这样的话 对不对 你是可以指定出来 说what's wrong with it 但是你今天不能说 请走 那我会觉得很奇怪 说为什么 那你违赶我的是我的长相 对不对 我的性别 whatever 那这时候就是歧视 不要歧视 就是就OK 不要谨慎处理 不能说打着照牌说 我有权利选择 我就可以随便要你出去 可是这个认知标准也很难讲 比如说 我记得也看我有一个新闻就说 有个女士穿着过分曝露到餐厅去 你也可以不要 餐厅主板说 请你离开 因为你让我一些这个年轻的小朋友 年轻的客人不舒服 可是同期时间 有其他客人说 你这样这样不对啊 我喜欢看啊 对 那这个的话 他怎么 就是说 双方有没有各自各有的立场 可以提告呢 都是可以提到 是要赢钱的话 或是要告赢的话 是非常不容易的 对 因为你对雇主 对不对 它是有一个 它要保持一个平均 对不对 那万一谁都可以去的话 对不对 那这事实上就没有法律了 对不对 我今天要怎样做 就怎样做 对不对 所以雇主的话 它是有个平均 但是你雇主 你就是必须要 选择给每个人 不然说 今天因为是 女孩子穿的比较少 你叫走 那男孩子穿的不少 你就是叫她不要 也对啊 也对啊 对啊 对 或者说哪个 总役的 你叫她走 哪个总役的 不要留她 这样子 所以这个就是要看 或者说有些 华人的餐馆 也不要说是华人 只好比如说 韩国人开的 或日本人开的 他们只想 serve particular people 对不对 他们可能进去的时候 他们就会刁难你 可能要去等久一点 对对对 尤其那个比较夜店 排长龙 可是有的人就 长驱直入这样子 对啊 就是说 我不是receive 但是我就叫你 等久一点 让你知难而退 对对对 OK 这些其实都不算是犯法的 OK 但是你就不要做得太明显说 你是在歧视别人 我们如果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这件事 因为可能我们是顾客 可能真的走进某个店 我们自己觉得 我们受到不平等的待遇 或者他拒绝服务 我像刚刚讲的这种所谓的拖延症这样 我们有没有什么权利可以保障我们消费者的 或者你会给大家怎么建议 不要他在那边消费啊 OK 因为 反正像有网络时代嘛 所以是你的啊 对啊 对啊 而且人家不要你 你干嘛一直在 就不要较劲 不要一直觉得我一定要处理什么 对啊 而且这种东西就是说 而且你知道现在网络发展 你去放个review 对不对 或者是说你真正厉害的话 对不对 你不要去参观这个嘛 对不对 那 那 有些店对不对 他就是说有歧视的话 不管是性别种族歧视的话 对不对 他有他的做法 对不对 他不会因为你一个人改变 他不会因为你一个案子改变 他不会因为一个lawless来改变 他不理你就是不理你 对不对 那你要去改变人家的想法的话 那你花太多时间太多太多精神了 对不对 那你说哦 我今天被歧视了 你没人要去那边消费啊 对 你有选择的 对 那好 我觉得这个尤其是一些观光景 你常常有一个状况 就是所谓的 本国人来 比如说我们去泰国 那拿泰国 泰文的manual 价钱 跟英文的manual价钱是不一样的 对 那这样会不会 这个店家会不会吃上所谓的诈气官司啊 假如在美国的话 一定 一定是这样子 一定不可以吗 对 对 就是说 万一说 一个中文的manual跟一个 英文的manual 有没有这样 假如是 manual不一样可以 但是价钱不可以不一样 你不可以说 同一价格 同一价格 除非是说量不一样 他说 哦 英文的 因为美国人吃的多 对 量比较大一点 对对对 那我charge多一点 没关系 但是你就必须要注明 说这个英文 因为我的portion size是多少 比较大 这样子 那万一是 其他的语言 就是说 因为比较delicate一点 那就是这样子 这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开采款 可不能说两个manual的价钱不一样 所以现在餐馆都有嘛 你要half还是full size 对对对 那就有大小之分了 那如果真的有这样子 就会吃上所谓的诈气关是不是 假如是说都是一模一样 只是价钱不一样 然后那这个 奇事 对这是奇事 这算奇事 所以我觉得这是不平等 叫奇事 不是诈气啦 对对对 就是奇事 要小心一点 对对对 在美国这个吃上这个奇事的 哦 有你讲不清 对 真的 尤其你在网络上 又被人家攻击 那还得了 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消费者是有声音的 但是消费者 我们也会跟客人讲说 有些客人到我们律师 说哦 我被歧视 那我们说 这是life 这是幸运 对对对 你不可以 不可以 大家都是当你的朋友 对不对 你也不想去爱大家嘛 这是fact of life 我好像也看了一个新闻 这是一个主流的新闻 就是说他去了一个 华人的店家 就发现那个老板不会讲中文 对 没办法沟通 不会讲英文 不会讲英文 就没办法沟通 然后那个老板就是心里不舒服 认为他 歧视他 反而反告他说 他被歧视 美国人 对 那这个东西有没有可能成立 很难 非常难 对因为美国 没有说你开生意 说一定要会 一定要会 对对对 至少现在法律还没有改 过几年就不知道 对 至少现在法律还没有改 所以这不是歧视 对不对 我语言上面没有办法沟通的话 对不对 我不需要做你的生意 对对 对对对 所以有一些个人感受的东西 比较难去变成是歧视 对对对 所以这各位老板们 这个开店呢 在美国是一个人人平等的一个 这个所谓的一个国度 这是消费者至上 消费者至上 那当然你有自己的所谓的 所谓的标准也好 或者是背景也好 你今天不会讲英文 没关系 你就开店吧 你就做会讲中文的生意就好 对 不过律师也在提醒 只要能够处理的公道 对 公平 是 这样就是好的了 好 谢谢律师 谢谢 生活中对商法有任何疑问 欢迎投稿至新岛日报 嗯 昨天об 侧 日本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